嗨,我是Spyro CS2更新了Subtick系統後 讓遊玩時會因此Tick系統作動 導致明明射擊後會延遲一點點打出去 所以在這個新的系統判定下 導致現在的手槍開局都很好爆頭 那麼今天就來用我的角度 來教大家在手槍局上 你該要會的瞄準方式與戰鬥思維和心法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麼,正片馬上開始! 我們這裡以Mirage的Aman來做演示 首先我們躲到Shadow in 處旁等待 這時我們透過聽音變位或道具 來辨別出是否有目標在A1內 將你的準心預先瞄準在你認為 敵人出來時頭部位置的高度上 如果你不清楚高度大約在哪 這點你可以透過隊友的人物角色來進行測量 為什麼要爆頭? 因為在CS2中 比起打擊目標升級部位 爆頭給予的傷害是最高的 且更有效解決目標的方式 再者手槍局大家是沒有錢購買頭盔的 所以爆頭更是在該局來說最好的攻擊手段 接著,如果你的反應力很快 那我會建議你瞄準越靠掩體邊緣越好 反應力慢的話 只能可以拉出來一點點 給自己一點反應然後射擊的機會 接著目標走出來 滑鼠所見給它按下去 精準收頭 第一發落空 那接下來要怎麼樣更快更有效的打擊目標呢? 這裡我給出兩種修正瞄準的方式 一,純粹靠滑鼠拖翼來瞄準目標頭部打擊 這是最快最有效的方式 可以瞬間拉過去打 但缺點是你的角色沒有移動 會導致也很容易被目標鎖定進而被反殺 所以這部分我覺得如果你不是很準的人 建議不要這麼做 另外在Subtick的作動下 你有可能拉太快 系統還會判定你打的是上一個點 那就真的尷尬了 2,移動加滑鼠拖翼來瞄準 這是兼具預防被目標瞄準 和打擊目標最好的方式了 因為你的角色移動了 所以目標的準心也得移動無法鎖定你 進而可以有效的閃躲對方的瞄準射擊 降低自己被爆頭的風險 並在幾乎達到每個集聽反覆點時射擊 就能有效的打在準心正中間 也可以搭配使用AD移動鍵 加小幅度拖翼滑鼠來移動準心 這樣會更輕鬆且快速的瞄準到目標頭上喔 假設A面進人了 和我們後退到點內防守 這時我們要預設目標在掩體後面投在的高度 並預先瞄準好 接著按下D鍵拉出去 看到目標後馬上放掉並按下A鍵集停 小甩一下 然後射出收頭 一氣呵成不投擬帶嘴 爽 另一種則是不斷反覆地進出掩體 然後連續Pick 按A再出掩體瞄準到目標的一瞬間 立馬按下D反向鍵使移動速度歸零並射擊 然後不要放掉回到掩體中 一直不斷反覆直到擊殺目標 當然 你也有可能會被擊殺 好了 以上就是Spyro在手槍局常態性爆頭的秘訣囉 希望會幫助到大家 如果有任何想法或補充 或是下一支想看什麼題材 也歡迎各位下方留言區分享一下唷 喜歡Spyro的影片 就把頻道訂閱起來並開啟小鈴鐺 不要錯過之後的更新影片唷 那麼 我是Spyro 下次再見囉 掰掰 希望可以..., 請... 看一下